豆豆 看妈买什么了 妈买什么了这么开心 你昨天不是说想吃排骨虾吗 妈把虾和排骨都买回来了 一会儿妈去处理排骨 你把虾印挑出来 在今晚就吃排骨虾 可是妈 我今天切菜的时候 不小心把手切到了 这刚上了药还不能沾水 不是 我妈让你干什么你又干什么呗 东西都给你买好了 你想吃还不自己做 难道非等我妈给你喂到嘴里 那我不是手疼吗 而且最近我身上起了不少红疙瘩 我怕一直挠 做饭也不干净了 这总行了吧 妈 你这干嘛呀 剪掉你一块肉 我看你疼不疼 痘痘受伤不还是为了给你做饭 你可没良心的 一点都不知道关心痘痘 我怎么不关心她了 她手受伤我给她拿创可贴 让她涂点服 平常降温了我都会提醒她多穿衣服 之前她胜利梯我还让她喝红糖水呢 你给她拿创可贴是为了让她干活 还有 多穿衣服喝红糖水这些 这叫关心吗 这叫正确的废话 正确的废话 你感冒了鼻子不透气 我跟你说 记得要呼吸 你什么感觉 我 这种战略说话不腰疼 纯粹是为了人情往来的客的话 你可以拿来应付全世界 却唯独不能拿来应付最爱你的人 自己好好鲜养吧 还气呢 因为她那个木头脑袋生气可犯不上啊 上 你先歇着 妈去收拾她 哎妈 就一瓶一体招就哄好了 是这个的问题吗 哎呀妈 我就是个直男 嘴笨 不会说什么关心的话 不会可以去学呀 这世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直男 有的只是懒得用心的人罢了 你说你喜欢花 可从来不给花浇水 那叫喜欢吗 所谓关心和爱 从来不在于你说了什么 关键是在于你做了什么 打个比方说你感冒了 我跟你说记得多喝热水 然后转身我走了 你什么心情 我拿着药和热水端到你的床前 你又是什么心情 现在能明白了吗 妈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多喝心情好点呢 有些东西没有标准答案 你的态度就是最完美的答案 我就做个排骨虾嘛 搞笑谁还不会做呀 老婆你想吃微辣的还是吃特辣的呀 特辣 得嘞 好跳皮 开饭了快来吃饭吧 这桌子好像只能坐四个人呀 没事这还能再加一个东西 伯妞妈妈 反正你也不跟我们一起吃 你去做茶几吃呗 豆豆也还没吃饭呢 伯妞妈妈正喂奶呢 哪能吃这些菜呀 你去熬些猪蹄汤 什么佐料都不放的那种 下来特别好 你就吃那个就行了 孩子也会喝奶粉 没这么讲究 哎 这饮料可不能喝 里边有防腐剂 是啊伯妞妈妈 这当妈的人了就要为孩子着想 我们那时候 可是一点都不舍得给自己花钱 都留给孩子了 你看门口那快递盒子 这又是衣服又是化妆品的 你也太能花钱了吧 说他也不听 都当妈的人了 天天还买这买那的 还不是省点钱 给孩子买点好东西呢 你身上这衣服 不是豆豆刚给你买的吗 我看你穿的挺乐呵的 舅妈 我看你就是他惯着我弟妹了 你看这哺乳妻 谁用化妆品呀 这要让孩子吃到肚子里面 可不得了 这是防晒 怕皮肤晒伤才买的 我是怕 行了别说了 姐带你去卸妆去 不用了姐 不行 听姐的 够了 陶大姑 今天你们来家做客是客人 哪有客人回来主人的道理 不合适吧 妈 你别太护着她 大姑表姐好不容易来一次 别让人家不开心 豆豆自己去卸 可行 我陪豆豆去 来吃吃吃吃吃 杨豆豆你这 让你去卸妆 你怎么还打扮上了 卸什么卸 豆豆刚才压根就没有化妆 你没嫌豆豆买衣服化妆品浪费钱 可明明她也是个爱美的小姑娘 凭什么豆豆做了一大桌子菜 却只能吃没味道的猪蹄她 凭什么豆豆现在连瓶饮料都不能喝 凭什么豆豆当了妈妈 就要失去变美的权利 舅妈 刚刚我们那么做 也是为了波妞妈妈和孩子好 多听老人的话 总是没错的 对吧妈 是啊 还说是为她好 那你们知道猪蹄她们有多少油脂 喝下去有多难消化吗 知道她在网上买东西 回回都是先给我们家里人买吗 妈 还有 孩子是一个女人拼了命换来的 没有人会比孩子的妈妈更心疼自己的孩子 你们又不是什么专家学者 仗着自己年龄大 就觉得自己说的话有道理 那岂不是任何人老了 都能胡说八道下指挥 既然你们不是曾经来做客的 那我们家也不欢迎你们这样的客人 现在 求你们出去 还有 她用自己的名字 她叫豆豆 不叫波妞妈妈 这怎么回事啊 外面下这么大的鱼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逃到呢 她还在喝酒 都11点多了还在外边喝酒 你怎么不劝劝她呢 我劝了可是 老公 都11点了 吹吹吹吹就知道吹 我跟兄弟们还没喝尽兴呢 你能为是老毛病了 喝多了你又该难受了 怎么回家淘淘 秀我呐 要是再喝不了就回家吧 就是 我看你这也没喝多少呀 你这也不太行啊 不好意思啊 哥几个 少了咱咱咱的姓 来 我自罚三杯 哎 老公 你 行了 要走你自己去 别管我 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来 老公外面下雨了 我把伞给你放在那边 知道了知道了 赶紧滚吧 别在这儿给我丢人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身上只有一把伞 我就留给她了 快去洗个热水澡 妈去给你泡杯姜茶 别感冒了 豆豆 我喝多了 给我弄点蜂蜜水 豆豆 吵吵什么 豆豆刚睡一下 别再把她吵醒了 妈 你怎么还没睡啊 这回知道胃疼喝蜂蜜水了 那豆豆今天拦着你 让你少喝点酒 你为什么把她赶走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喝个酒她一直跟个老妈子一样 在我身边叨叨 我兄弟全都笑话我七管炎 搞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七管炎就是没面子 你以为她想管你呀 她明明可以在不佳之余 超破破 做个美价做个美容 她干嘛非要管你呢 对呀 她为什么非要管我呀 因为她爱你爱这个家 豆豆豆干愿牺牲青春 柔貌身材 不是因为她欠你的 不然你的死活 跟她有什么关系 你觉得七管炎 让你丢了面子 实际上 有个爱你疼你的老婆 才是你最大的脸面 她爱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这叫什么脸面呀 能比在外面抽好烟喝好酒 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钱 更给我长脸吗 是 你那些虎蜂狗友 会关心你喝的酒好不好 但只有豆豆 才会关心你喝的多不多 他们会为你玩的高不高兴 只有豆豆会提醒你 你身后还有一个家 你的兄弟或许能陪你一起淋雨 但只有豆豆 你永远把自己淋湿 也要把唯一的伞留给你 手里有钱 能买到市场大多数的东西 可你买不到人心 豆豆是唯一一个 和你没有血缘关系 却愿意真心实意带你的人 所以你说 他是不是你最大的面子 愣着干嘛 蜂蜜在厨房 野水机在客厅 自己弄杯蜂蜜水 今晚就得沙发睡 沈真姐向豆豆休息 等明天清醒了 去给豆豆好好道个歉 哦